大家好 我们是北京春光学系 我是春光 本期呢 给大家带来一部风的COOP系列的 一个系列的琴 这个琴呢 就比较好玩 我们得到以后 我们就发现这个 特别像那个YAMAHA的精英吉他 很像SL系列的 然后很薄 非常薄的一款琴 然后 但我没想到 义步风也有这款琴 然后 因为我们是Gibson和义步风都是代理嘛 所以我们特意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琴 这些琴呢 也是分分两个颜色 一个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圆木色 还有一个纯黑色的琴 然后一个是尼龙弦 然后就是classic古典的 还有一个就是民谣级的 民谣级的就是钢弦 对于怎么说呢 我们觉得就是现在也包括很多演唱会啊什么的 他们现在使都是便携轻一些的 你像跟家里不想要出声音 特别大声音的时候 可以拿这种琴去练习 但是它呢 特别好一点啊 就是这是Shadow的他们做的选择的摄影器 这些摄影器呢 非常好一点什么 它可以导入导入那个 就是你比如说有那个手机iPad 或者是那个MP3啊 可以直接导入放歌 然后这块有个耳机 特别方便可以拿耳机去听到音乐 是这样的 不扰民完全是静音的状态 然后呢 它也带那个条表啊 很漂亮的 很方便便携的一个跟家的琴用的 也不贵啊 也不贵四千来块钱啊 但于对于对于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很多就是职业乐手也好 或者跟家里防止扰民的啊 朋友可以选择这款琴 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吧 这款琴呢 是一个我拿手上拿的是一个古典的古典琴的一款 这个标准的古典琴头 然后一步风的打的一步风的样子 然后呢这个是也是牛骨的一个古枕 然后纸板呢 也是还行 纸板就是不是不是像像中古典的那么粗那么厚 但是这个是感觉像电器的手腕 但是它稍微宽一些 可能稍微宽一点 但是它的很窄 很就是很窄 不是说像古典那么厚 感觉啊 这个是上的尼东弦 很方便 然后面板呢 是用云衫 西特卡云衫 很漂亮的一个云衫 云衫木材 然后这块有一个 它里面是空的 看上去 看上去好像是像那个 那个防香蕉的盖一样 但是里面是空的啊 这种呢 属于就是实心体的 里面里面都是实心的木筹 也没有说没有是空的啊什么的 像勾电啊 可能是空的 半空的 然后这个没有 都是实心的 但它很轻 非常轻 然后呢 就是你古典的 古典的跟古典一样的这个缠绕的方式 是这样的 然后它是压电神器 这就是压电 然后挺漂亮的 一把气 然后背侧呢 这个背侧呢 这是 桃花新木的 这是电池舱 电池舱 这块是一控制器 然后这个是它打的徐烈号 还有这个古典的一个 古典的一个旋钮 很漂亮 这有拴背带的一个口 很方便 这个是一个 然后我觉得就是 如果您跟家里边怕扰民 然后想自己练习 又想要弹古典 然后但是呢 其他品牌又特别贵 那你可以选择它 因为它很便宜 4000来过去 是吧 很便宜 OK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不插电的情况下 不插音箱的情况下 听一下这声音啊 基本上在我这个距离的时候 听的比较清晰 就是我觉得绝对不会 扰民到其他的 其他的周围的朋友啊 或什么的 我听的非常清晰 OK 我们现在打开它的音量以后 我们听一下它电声的一个 那个古典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是一堂古典的 所以说我只能给大家尽量演示到这里 然后以后就听一下它的solo 好吧 那个我们试一下它的 那个枪形音色 好吧 古典 因为我真是不会打 抱歉 各位 我听一下它的美名谣声音啊 它有黑色和那个圆木色两款可以选择 好吧 我们听一下它的 这个这款呢 也是西梯卡云山 然后加上桃花西木 但是它是黑色的 它是一个 然后很漂亮 它这块设计有一个这块很帅 然后这块多出几个屏 我觉得可以弹一些高的音 好 我们听一下它的 如果就是 那个 不插电的情况下 我们听一下声音如果多大 ok 我个人感觉我觉得在家里要是十把钦 我就会非常帅气一些 因为首先它不扰民 真不扰民 确实不扰民 然后还有形状啊 特别酷 我觉得它有点像结合了Goding跟那个 那个什么 YAMAHA的感觉 就中间 下位也比较适中 然后一不丰的 特别炫酷的一个超级经典的一头 加上它的一个小碎花 然后小经典的Vintage的一个小钮 小钮 然后也同样的 纸板 纸板是它选的是乌木的 还真舍得下料 然后那个面板呢 是云山 还有这个是陶和溪 好吧 我们听下插电以后的声音啊 同样它的 它用的这个 也一样也可以导入 导入那个 你的那个歌曲 还有它的耳机 可以用到 还有一条表 然后四段均衡 ok 我们插上电以后 听一下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对于这个香气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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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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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